马斯克怒斥北京商报 特斯拉还轮不到你北京商报来指手画脚 特斯拉我说的算 而不是你 通过这句话阐述了 马斯克对北京商报的态度 马斯克表示 特斯拉还会继续在全球降价 让消费者买得起 用得起 如果是因为降价 动了某些人的蛋糕和利益 我只能说声抱歉 对不起 市场就是优胜劣汰 企业对商品进行降价处理 是很正常的商业模式行为 也不会像北京商报所说的那样 卷使自己 因为就算特斯拉降价还是有利润的 因为特斯拉不断的提升改进自己的造车技术 从而降低了造车成本 这样 就算降价也是有利润的 在新能源领域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走得更远 如果新能源的造车成本很高的话 你终将会被淘汰的 因为你输在了造车技术上和造车科技上 再 declar及证明 您 neglect 我们 demon认证明